有朋友说自己种的番茄每次到了开始刮果的时候就开始枯萎死亡了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像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造成枯萎死亡有三种原因造成的 第一个就是浇水方法不对 有些朋友就担心了自己的番茄别汗了 所以说从栽上苗的第一天开始就不断的去浇水 实际上水量大了以后很容易造成凹根 凹根的原因是什么造成的 水量大了以后你整个土壤开始板结了 透气性降低了 根系的呼吸作用就是接受不到更多的一些氧气进去 然后最终开始受到伤害 受到伤害以后土壤当中的病菌吹出伤口直接进去了 然后造成了一个凹根 就是我们常说的凹根现象 这个就是枯萎 所以说我们浇水一般建议我们这个土壤湿度保持在70%到80% 这样的一个湿度 就是你的手挪一下能撑团 手松开以后这个土能松开 这样的一个湿度是最合适的 你紧盯着你的土壤湿度就行了 不要说就趴着汗了 天天浇水 再一个不要看表面 表面因为每天那个太阳蒸发量也很大的 如果你土壤再回看十公分左右的一个土壤湿度 这是浇水方面 第二个是施肥方面 施肥方面有时候肥料使用量把控不住 浓度过大 浓度过大以后造成了一个伤根现象 伤根以后同样会造成病菌的侵入 造成一个根性的破坏 根性破坏以后自然而然的出现了一个互贵死亡了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那个一些土壤的病菌呢 好比枯萎病 这样一个感染 但是呢 事出比有因呢 如果说你这个番茄量很健康的生长 那枯萎病怎么去感染呢 是吧 还是因为前两个 好比说你施肥啊 浇水啊 这些不科学 方法不对 造成了一个枯萎病的发生 所以我们种植户啊 在这个番茄种植当中呢 如果想让自己的番茄产量高啊 品正好啊 自然而然的 你要控制浇水这一块 保持土壤的一个 见干见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第二个是肥料浓度 肥料浓度我们 把以前一亩地用多少公斤的肥料 每次这样的一个 一个习惯性啊 变成了一个 我们检测一下肥料浓度 一般你看 不同的肥料时期呢 浓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早期的时候 浓度低一点啊 到中期的时候稍微高一点 到后期以后 可以提高一个浓度 通过一个浓度的变化 然后呢 我们把控这个肥料的用量 再一个呢 肥料一定是薄肥 钦湿啊 这样的一个概念 你才能保证你这个产量 这样